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阿帕奇软件基金会 它都是一种参与的方式 倒不一定说 你真的要去写一个代码 或者是贡献一个自己的项目 这些人都是怎么想的呢 它的背后有什么本质动质呢 就是本质的动机呢 所以这里呢 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看法 这个 当然就是一家之言了 不用的地方请大家思考 这个更多是给大家一个 启发式的一个思考 我先做一个小调查 就是 经常我们能看到一句话 说 人类做任何事情 一切都是为了利益 一切都是利益动机 这个 我想调查一下 就是 认可这句话的 能不能举一下手 还不少 超出我的想象 不认可这句话 能不能举一下手 不是很多 比认可的要少一点 还有一些 在座的各位 可能并没有一个 完整的答案 这个很正常 也很自然 因为 这句话本身 它并没有很明确地定义出来 什么是利益 因为如果你不清楚 利益是什么的话 这句话就 很难判断它是否成立 所以下面的时间呢 我就给大家过一下 分类过一下 我的一些看法 就是你要考虑动机的话 你必须要 知道它本人是怎么想的 而且是它真实的想法 所以呢 我更多呢 是摘录了 选录了一些 开源人的 真实的想法 和他的说法 我认为是比较真实的 这种素材其实并不是很好找到 根据我这些年 看的一些书 看的一些材料 所以搜集了一些 比较有典型的代表 给大家分享一下 林纳斯本人写过一本书 就叫《扎斯福福》 其实他说得很清楚 他搞开源就是为了好玩 他对人类的动机 人生的意义 他也经常讲 在这本书里面 就出现过两三次 他说有三种 一种是为了生存 一种是为了社会生活 还有一种是为了娱乐 这个呢 和我们经常看到的 马斯洛的分层的需求理论呢 有点接近 你可以对应上去 这里我不做具体的对应 是可以对应上去的 但是我觉得 李纳斯最有趣的一点呢 是他说 任何事情呢 都可以按照这个 来表明他的发展阶段 比如说工作 以前我是为了生存 后来呢 是为了社会生活 再到一定阶段 可能工作仅仅是为了娱乐而已 又比如婚姻 婚姻以前是为了生存 到一定程度 就是为了社会生活 再到一定程度呢 婚姻可能也就是为了娱乐 他又说 战争好像也是这样 战争几乎已经发展到 仅仅是为了娱乐的程度了 所以说 李纳斯这个观点 倒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本人说 Linux开发呢 一开始说 他就在两次采访里面 分别说过 一次他说 这是一个全球性团队的体育项目 后来又说 这是一种娱乐 金钱难以买得到的娱乐 事实上呢 在我看来 这个团体性的体育项目 它既是社会生活的需要 也是娱乐的需要 所以说总体来说 李纳斯是认为 开源对他来说 就是玩 这个过程 可以大家简单看一下 就是他当时 为什么要开发Linux 事实上就是 他用Minux Minux是一个教学系统 是一个教授写的 专门用来教学的一个操作系统 然后为了上学校的网 他要用Minux的终端仿真器 后来发现那个不好使 他就自己写 在写的过程中呢 就把进程切换 键盘驱动 鼠标 当时应该还没鼠标 键盘和屏幕的驱动 还有磁盘驱动 文件系统 就一点一点都做出来了 这本身呢 他做的过程中呢 应该是非常享受 而且是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智力活动 他整整用了五个月 1991年的五月到九月 五个月 当时其中大部分时间是 他所上的那个 芬兰那个大学 赫尔辛基大学 当时放暑假 他用了五个月 每天工作几乎十个小时 全天都在做这个事情 把自己锁在房子里 除了吃饭 就是在干这个事情 五个月写出来了 可以想象 他在写这个操作系统的过程中 应该是内心充满了一种激情和兴奋 在一个全身心的投入状态下 我们很多人应该知道 有心流这个概念 在心流的这个状态下 把这个操作系统写出来的 这本身也践行着他玩这种特点 这本书放在这里就是说 这本书写得很好 这本书把它当时开发Linux的 整个这个过程呢 写得非常细致和完整 非常值得一读 然后他就把这个 写好的0.01版 就上传到 这个当时大学里面的一个教职员工吧 给他开在一个FTP上 然后还附了一段说明 说明上就说 我写这个程序 就让大家看一下 大家读一下 大家一起运行一下 当时提供原码 然后想玩的人呢 自己要去编译这个系统 这就是Linux它的动机 一个是自己玩 另外呢 给大家 大家一起玩 就它的简单那个动机 这个是91年的案例啊 就是相对时间早一点 其实我觉得到现在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 如果你不是为了生存动机的话 为了玩的话呢 其实心态上应该都差不多的 我们看一个比较近的案例 就是这个 这个人叫Denis 是俄罗斯人 他开发的作品叫Call.js 以前呢我并没有关注过他 但是今年 2月14号他写了一篇长文 其实有点卖惨吧 或者哭诉自己 现在状况很惨 开发开源项目呢 但是没有什么收入 主要靠捐赠 然后呢 由于俄乌战争等等啊 他现在住在俄罗斯 收到的捐款也越来越少 从以前的每个月2500美元 到现在每个月只有400美元 他事实上这个哭诉的长文呢 就是说他付出了很多 但是大家都不理解他 那个大厂商用他的东西 也不给他钱 就这样的一个文章 引起了我的关注 这个他前面呢 就说了他的心声 当时为什么开发 就是当时呢 JavaScript呢 当时是有一些问题 就是老版本和新版本之间 IE浏览器又不是很支持 他决定做这个Polyfill 就是一种垫片式的东西呢 帮助开发人员更好地 使用新的JavaScript的标准 然后他一开始 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 后来发现大家都需要 所以他就把它开源出来了 让大家一起用 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啊 有点符合Linux的 那个社会生活和娱乐的需求 当然它是更多是在 这个解决自己的需求 但是后来发现 可以给大家用 这两个案例呢 因为时间有限 我不能给太多的案例 太多案例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 就是如果是个人开发者 开源一个项目 我觉得它更多就是为了 一开始是为了解决问题 然后本身觉得 解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另外呢 体现了它的雄心和报复 因为这个问题 应该是有一定难度的问题 没有难度的问题 只是让它黑客 开源开发者 也不愿意去解决的 然后就是分享 以及随之而来的声誉 你只要分享一个好东西 你的声誉自然就会 返回到你的身上 这是个人开发者的动机 我们再看看 其他开发者的动机 这里先说一下 《大脚堂与记事》这本书 Eric呢 在这本书中呢 提出了两种 截然对立的开发模式 事实上 他更多用前者来表示 商业的 必源的 那种传统的开发模式 即是来代表 开源的开发模式 他在文章里面 多次可以看到 他对公司里面搞开源 不是 他对公司里面搞开发呢 他事实上 持了更多的 这个 否定的态度 他觉得公司里面的程序员 事实上在一种 不是很好的状态下 在开发 因为那是一种命令体系 然后一层一层的管理者 这个在下达任务 然后程序员相对 比较机械一点 相对享受不到 创作的乐趣 他说开源不一样 开源里面呢 玩是创造性活动 最具有经济效能的工作模式 所以他非常推崇 开源的这种开发模式 另外有一本书 叫《新造王者》 这里面作者 引用了其中 GitHub最早一位员工的 他的一个发言 这个叫Zack的人呢 他说 公司 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 可以类比为囚禁程序员 但是你可以让程序员尽量过得好玩一些 让他们尽量在公司里面也可以玩起来 可以玩起来 这样可以留住人才 他是这样一个观点 所以呢 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公司愿意开源一些不太核心的东西 目的是让程序员能好玩一点 程序员也有这样的诉求 他们开发了一个东西 会向上面申请说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东西开源出去啊 这样是不是更好 更好玩 然后我们也能对开源做点贡献 这是一种动机 这是对一些非核心产品的一种动机 Left 里面这个Math呢 是Invoid的创建者 他也说过这样的话 公司一般会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甚至会开一个会 如果高层对开源比较了解 比较重视的话呢 会直接同意 如果还不是很清晰的话 那么他会开会研究 研究认为 Left 早期用了很多开源的东西 然后开源也帮助了Left 不少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一个自己做的东西 回馈出去呢 这个Invoid应该是一个服务的组件 这个微服务的经常用的一个框架吧 所以说他这个想法非常朴素 可以看出来当时Left在决策的时候 他们动机是什么样的 这个动机呢相对是无私的 就是为了让大家都可以享用 是一种对开源的回馈 另一方面呢是我刚才说的 让程序员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更好玩一点 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大公司 开源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一开始我看到这些东西呢 我还是比较吃惊的 他们为什么开发 公司应该更多是为了牟利而成立的一个组织 应该一切以牟利为这个动机 为什么也会去开源一些东西呢 这里呢我引去了具体公司的名字 这个A呢就是阿里 B就是百兔 T就是腾讯 D就是滴滴 G就是京东 这个我就不具体写了 它都开完了不少 一开始我确实是比较震惊的 后来慢慢地想 慢慢地想明白 大概是这样子的 因为什么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是能够得到一些声誉的 至少体现了公司的一个影响力 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能看到我们公司的实力 对不对 所以说一方面是让员工更好玩一点 让外部更可见一点 它实际上是在打出自己的一个招牌 打出自己的一个名声 让公司更有影响力一点 公司如果有了影响力 当然会有利于在市场上 得到更多的订单 是吧 得到更多的市场 这是第二类 但是后面我们会看到 很多公司把自己核心的东西也开源了 把自己很能赚钱的东西也开源了 这个怎么回事啊 这个对传统的商业人士来说 就觉得更难理解了 这个能赚钱的东西也开源嘛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更多是在一种高度竞争的环境下需要开源 你像微软的Windows Office这些 实际上是不会开源的 因为它已经占据了市场 不需要再去争取市场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一般没有开源的动机 这个是K8S当时为什么开源 在Coral这个问答平台上呢 有很多解答 其中这两个呢 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是说如果它是必源的 它不会拥有市场 不会在市场上得到更多的用户 另外一旦它成为标准 它就能得到更多的生意 这是一个比较朴素的 也是比较直观的 大家能看明白的一个动机 这个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叫陶建辉 他是涛斯科技的创始人 他在官网上就写明了 他们的开源的动机 他经常写一些开源方面的文章 我基本上都读过 他本人是一个资深的程序员 然后我觉得他对开源的理解 也很深入很透彻 很多话说得非常的直白 非常真诚 他说相信不将最核心的代码开源 任何基础软件都无法获得市场 这个就是说得也很清楚 所以我这里也就不多啰嗦了 公司开源核心产品 就是为了赢得市场 赢得用户 然后设法在一定程度上 把它商业化 商业化 然后可以盈利 因为记住 所有公司 它不是那种非盈利性的 也不是慈善机构 它最终还是要盈利 所以开源是一种手段 我的朋友庄标尾有一次说 这个软件也已经内卷到了 必须要开源的地步了 实际上是 可以认为是一种卷 这里再分享一个案例呢 主要是想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参与开源是一种什么心态 人为什么要参与开源 这个参与开源 尤其像这个贡献者 它是什么心态 阿里有一个专家叫张呼兴 他同时是ASF的Member 他当年有一篇文章 就是描述他参与开源的 一些具体的事迹 或者是一种记录 里面说的我觉得非常好 那篇文章我看了好几遍 然后我觉得这篇文章 讲得非常清楚 他一开始阿里是要把 他们当时的中间店 用这个叫什么呢 外部服务器有好多种产品 最后他们决定统一 动用Timecat 用Timecat呢 这个就需要一个团队来维护他 他就是这个团队的人 然后他们的领导 他这个团队的大领导 就对开源很有认识 很感兴趣 他就认为我们要贡献 我们要做cormator 立志要成为 阿帕奇Tomcat的cormator 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位是 Tomcat的cormator 这是2013年的时候应该 2014年的时候 张虎兴就接下了这个挑战 他要立志成为第一个 Tomcat的cormator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他就发现了这个Tomcat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他们写了这个新的补丁 新的功能特性 然后提交 很快社区有了响应 接受了他的补丁 然后呢他看到这个接受以后呢 非常开心 这里的非常开心我觉得就是一种好玩 还是有好玩的成分在里面 就参与者和创始人 其实有相同的地方 都是觉得好玩 这是一方面 这个再往后的话呢 就是团队有了更宏大的目标 就是完全保持一致 这个就是upstream的这个 upstream first这个理念的一个体现 就是说不要再维护一个自己的私有版本了 你如果说有一个公有版本 然后你们公司自己再维护一个私有版本 这个融合起来比较费劲啊 比较 工作量比较大 这是处于一个很现实的考虑 这使得合并变得非常容易 内部做的增强也更方便地合并到社区 很现实 很贴切的这么一个考虑 张护星在2019年成为ASF的曼博 当时全中国只有13个这样的人 到现在应该是已经有50多个人了 刚才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 现在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 就是事实上 GitHub出来的时候 我基本上已经不怎么写代码了 我在2008年以前还是写的 2008年以后呢 基本上不怎么写了 所以我错过了GitHub的这个 发展繁荣昌盛的时期 这个但是今年呢 我也提交了一次 提交了一个比较大的项目 这就是刚才我介绍的一个call.js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全球Top1000的网站 这是Alex那个网站做的排名 这个全球前1000的网站 有52%都用到它 做着说可能会更多 大概能达到70% 如果用脚本检测是50% 然后GitHub上有1900万个仓库依赖它 是一个比较大的项目 我做了什么样的贡献呢 是让我不写代码了 所以我不是代码方面的贡献 我也不懂Gavascript 我是帮助他把他那篇文章翻译出来了 他那篇文章 2月14号写出来的时候就放在GitHub上 当时就成为一个热点 他这篇文章 在文章头部和尾部都放出了捐赠的方式 和捐赠网站的具体地址 其实还是号召大家对他进行捐赠 当时就获得了一波比较可观的捐赠 当时我说这个人为开源做了这么多贡献 我又一直在关注开源 所以我觉得需要把它翻译出来 让国内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开源的各种生存状态 尤其像他这种生存状态 我们要考虑如何改变这种状态 就是让那些做贡献的人不要过得这么悲惨 或者过得这么心酸 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 就叫做一个愤懵的 而又无奈的心酸的开源人 这个发表以后呢 也有很多人对他进行了捐款 包括我知道几位朋友都给他捐款了 我想既然这个 当然我是在公众号发表那个 我觉得影响力还是有限 既然他有GitHub 我不如把我这篇中文翻译 也放上去 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 能够帮助他 所以就提交上去 这个大概是四月份提交的 他这个项目还是很认真的 这个项目的主要维护者就是Dennis本人 他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才把我的提交给接受了 中间请了一些 就是懂中文的人 就是号召懂中文的同志 帮助一起看一下 有没有翻译方面的问题 包括一些格式上的问题 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就很单纯的想法 就是我要帮助他 帮助他 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开源 支持开源 所以说呢 参与者呢 他更多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不论对公司 还是对个人 实际上是类似的 就是觉得 它是个好东西 我们要帮助他 另外呢 我们工作中可能需要他 那我们就用他 用他呢 我们要给予一定的回馈 我们这个反馈他 然后尽量和他保持一致 这都是很朴素的想法 第三个 就是我们这么做 事实上对我们也有好处 本身使用开源 就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另外如果我们参与的更多的话呢 能够提高参与者本人的声誉 不管他是个人还是公司 对不对 提高声誉以后 当然会有 其他随之而来的好处 最后讲一下 基金会成立的 这个动机 正好咱们是 在座有很多是 阿帕基基金会的 基金会当时为什么要成立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它的动机是什么 这个基金会在成立 二十周年的时候 有人就是 对基金会当时的八个创始人 做了采访 比较细致的采访 这位是叫 Randy的 现在已经不在基金会了 Randy的 这位前辈呢 他就说 当时的因素是 IBM准备考虑使用 阿帕基的HTTPD 这个呢 IBM要用的话呢 事实上他们就很快 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软件 还没有一个正式的 就是法定持有人 没有一个正式的持有人 另外呢 一旦IBM采用的话 在美国很可能就会有很多 这个可能商业上的这种诉讼啊 这个专利方面的纠纷啊等等 他们觉得可能要面对这样的事情了 而当时呢 ASF前身呢 是阿帕基 Group 这个可能他们并没有能力 非常松散的一个组织 可能并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 法律方面的商业方面 包括组织方面的问题 所以呢 决定成立一个基金会 提供法律保护 提供法律保护 另外呢 基金会本身也可以 收到一些捐款 这个 它是一个慈善机构嘛 可以收到一些捐款 帮助阿帕基更好的成长 这个是基金会成立的时候 在他的官网上发的一个公告 这个里面就说的更明确 更具体了 就是要为开源软件项目 提供组织 法律和财务上的支持 确保阿帕基里面的项目 这个个人志愿者 参与职外的连续性 这类连续性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开源开发者 或者是一些公司提供的项目 总有一天可能没兴趣了 不想搞了 可能会把它废弃掉 这样的话 有基金会的话 一个项目如果在基金会里面 而且孵化完以后 它就有了一个比较成熟 比较可靠 相对可持续的这么一个基础 然后即便个人开发者和公司 不再想要它了 它还可以在基金会里面 继续发展 壮大下去 是这么一个初衷 这么一个初衷 刚才讲的Left 那个Invoi 实际上和这一样 这里当然 这里有一些错别字 大家不要在意 就是Invoi 这个 Invoi的创建人 就是当时刚才出现的照片 那位Matt 他就说 Invoi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们觉得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 在法律 公共关系 营销 活动组织等方面呢 他们作为公司内部一个小团体呢 感觉到已经搞不定了 这些事情呢 本身不是那些 爱写开源代码的人所擅长的 所以这个例子呢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虽然它提交的不是给ASF基金会 它是给CNCF的 但是它就是很明显正好契合了 ASF基金会它的初衷 你看最后他说 我很快就完全倦怠了 需要找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就是要给Invoi找一个家 这样的话呢 可以独立地 即便创始人都不在里面的时候 还可以正常地运转 这就是基金会的初衷 基金会并不是为了赚钱 基金会就是为了给开源项目 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然后让这些项目 可以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这个基金会的项目 我觉得相对高尚一点 所以现在就到总结阶段 我们总结一下就是 我刚才说的那几种情况 把它再次汇总归纳提炼 能得到什么呢 就是很简单 我这里就说大白话 要么是为了做一个好东西 因为做它本身会比较好玩 解决问题 能展示自己的能力 能获得尊重 另外呢就是帮助一个好东西 不管是基金会 还是我们参与者 我们经常说 人都是有同情心的 人在一定程度上 长到一定年龄 都会体现出他善的那一方面的 第三个 送出一个好东西 分享给大家 我既然有个好东西 大家一起来用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品质 赠送礼物 获得用户 获得市场 这些呢都是对前面的总结 第四个 获得回报 因为你有了前三个 尤其是第三条 自然就会得到回报 不管是在生育上的 还是在用户和市场上的 自然就会得到回报 这就是开源的本质动机 如果再精炼一下 大概就是这么两句话 就是人们总是想做 想用 想分享一个好东西 如果你送出去的好东西 别人总会回报你 但是我说的这个呢 还是大白话了一点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我喜欢说白话 或者说喜欢说人话 但是在咱们这个大会的场合 我觉得还是应该搞一点 高大上的东西 所以我就让ChattGPT 帮我想了两句 相对高大上的表达 因为我本人不太善于 这种表达 这是ChattGPT帮我想的 人们渴望创造体验 分享优秀和卓越 宇宙必将回馈你付出的 善意和奉献 这段话是不是看着好看点 得要好看很多 所以说呢 不管写东西还是演讲什么 既要有平时的东西 也要有比较扒高的东西 看着比较舒服一点 那本质东西是什么呢 你要考虑本质的话 让更适合人类思维的话呢 还是上面这段 还是上面这段比较好 帮助思考 本质是什么呢 其实第二句 可以合并到第一句里面 第二句合并到第一句里面 就是想帮助 想做 想用 想分享 想帮助 好东西 想回馈好东西 再惊炼一下 人们总是喜欢好东西 对不对 其实它最终归结到一个好上面 英文就是good 最终 人们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为了good 为了好 那这契合了我一开始 给大家做的调研 就是 是不是一切为了利益呢 如果我们把利益理解为good 那就是对的 一切都是为了利益 为了good 当然这个good呢 我刚才说过 就是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good呢 应该不仅仅含物质上的good 还有精神上的good 心理上的good 不仅是自身的固的 还有他人的固的 社会的固的 全世界的固的 所以说 这就是 开源的 本质动机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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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